欢迎来到《被永恒测动》 这将是一次精彩的研习 这满有圣灵的同在 也充满神永恒的话语 是很奇妙的 这本书对我的生命 有深远的影响 程度远超任何一本 我所写的书 相信这本书也会深深影响你 谈论永恒为什么如此重要 现在我就告诉你 圣经说 永恒的审判和奖赏 是耶稣基督的基本教义 就像小学里的基本课程 我们学习读写算术 你能想象自己 不会读写算术 而继续升班到高中吗 可是很多基督徒 正在建立自己的生命 却不认识永恒的奖赏和审判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甚至向神呼喊 神啊 怎样才能与人分享这些 他说 讲故事吧 所以就诞生了 八十页的阿法宝故事 你要去读 或去听 这个故事 另外 读这本书也是很重要的 整个研习只有六节 每节三十分钟的课 但写这本书却花了我最多时间 写了超过四百个小时 这本书的内容 非常丰富 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改变你 改变你 让我们开始研习 被永恒测动 我记得当神吩咐我写这本书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已经写了十九本书 没有一本书像被永恒测动 一样的影响我 这本书已经出版十年了 现在的是十周年的纪念版 我们从未收到过这么多生命得改变的见证 一切都由一个研习开始 为什么要谈论永恒 为什么要花时间 也许你想 我每天都已经有许多事要做 情况是这样的 如果你有永恒的事业 你就不会这样 我到各地区 并且遇见许多基督徒 他们只拥有八十到九十年的事业 如果你只有八十到九十年的事业 你的决定会不一样 你的看法会不一样 你不能忍耐那些 只有带着永恒事业 才能忍耐的事情 因此作为信徒 我们不能只看自己有八十到九十年的生命 我们要有永恒的事业 首先我们就要谈谈永恒 被永恒测动 让我们谈谈永恒 约伯记三十六章二十六节 非常精彩的经文 TLB版《生活圣经》说 没有人能明白永恒 我默想这经文的时候 心想不如去查一下字典吧 如果没有人能明白永恒 那么字典怎么会谈及永恒呢 这很奇妙 我看了几本字典 以下两本都是非常有名的 第一本说 无尽的时间 第二本说 在时间以外的状态 我不禁举起手来问 怎么我们都不曾提出质疑 如果有两本科学书 一本说 鱼是活在路上的脊椎生物 另一本说 鱼是活在水里的脊椎生物 你会说我们要研究一下 然后把其中不对的一本扔掉 对吗 为何我们没有这么做 因为没有人能明白永恒 让我来证明 我们试着想象一件 无限的事物 我们的头脑 无法理解 无限 哪里是宇宙的尽头 告诉我 它在哪里 那里有墙体吗 那墙体用什么来做的 墙体的另一端 就是宇宙的尽头吗 也许墙体的另一端 就什么都没有 那才应是宇宙的尽头 是吗 你不能想象宇宙的尽头 是用头脑来思想神 想一想神 没有开始 没有谁生他出来 他无父母 无开始 十篇九十章二节说 从亘古到永远 你是神 我们怎么能明白 我们无法用头脑去理解 但奇妙的是 我们头脑所不明白的 神却安放在我们心里 正如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 神将永恒安置在我们心里 这就是奇妙之处 因此 诗篇十四章一节说 鱼丸人心里说 没有神 圣经不是说 鱼丸人在头脑说这话 请留心听我说 那些无神论者 有些无神论者心底里 其实是相信有神的存在 我和丽莎有个朋友 她现在已和主在一起了 但多年前 她是俄克拉赫马州的 顶尖外科医生 也是个非常非常固执的 无神论者 如果有人向她做见证 她会跺脚丢掉他们的圣经 后来她的身体出毛病了 她是个医生 所以知道这问题大了 她返回老家 请医生朋友为她开刀 他们打开后 又马上缝起来 她醒后对她说 你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办 就赶紧去办 你只剩下24小时生命 她说是她亲口说的 当晚我睡着了 在梦里想 我要去那房子 但不是这房子 难道这不是很奇妙吗 那天晚上 她经历了两次死亡 她描述了自己去地狱的经历 我暂不详细说 其实她被抢救了两次 第二天 其中一个医生朋友 来为她祷告 让她接受 耶稣基督为主和救主 她朋友问 你想她医治你吗 她说天哪 当然 她三星期后 离开医院 再活了许多个年头 在世界各地见证住 余丸人在心里说 没有神 因为她在否认 神放置在她心里的 没有借口 我会在下一刻告诉你 让我们定义永恒 最好的做法就是 直接读这本书的内容 因为是通过许多小事默想和祷告所写的 我就直接把内容读出来了 永恒是永续的 在它并没有尽头 可是它不仅是无尽的时间 因为它不受时间所限 相反 时间受它所限 若只是说永恒是一段永远不断的延续 我们就错过了完整的图画了 如果要得到对永恒的最佳理解 我们就要注视神自己 祂的能力 知识 理解 或荣耀 都是无穷尽的 而这只是其中一部分 祂是自有的 从永远到永远 祂是神 祂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 被称为永在的父 杨世纸一本 把这一句翻译为永恒的父 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七节 他又被称为永恒的王 永恒只能在他里面找到 永恒就在他里面 凡在他以外的 都是暂时的 会改变的 不管那看起来有多好 多高尚 多有能力 多长久 最终都会止息 神说的话是永恒的 他不撒谎 他的话也不落空 因此 没有什么能改变 他的话语 和永恒 想一想 神的一切都是永恒的 包括 他的审判 在今天的社会中 我们很难理解这一点 我们的判断和法律 常常都在改变 几星期前 我在网上 看见一个52岁的男人 自我鉴定为一个6岁女孩 他穿着漂亮的小裙子 绑着马尾辫子 抱着大娃娃 抛弃弃子 与那些像父母一样的养育 他的人同住 他像6岁女孩一样 喜欢开拖拉机 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没人敢说句话 为什么还要在电视上访问他 20年后会怎样呢 他会是个26岁的女孩子吗 他会如何融入社会 我看了另一个纪录片 是个大型电视访问 说一个男人 自我鉴定为一条狗 他打开狗粮罐头 倒进碗里 屈下四肢 趴下来 然后开始吃 我读了一个华盛顿大学的研究报告 那真令人惊讶 这人去访问学生 说如果我说我是华人 你怎么说 他们说那真棒 很酷啊 然后他又去找其他人问 如果我说我是两米高的华人 你怎么说 他们说那很酷 很棒 他又去找另一人 说如果我是个两米高的华人女生 你怎么说 哦 他看着他说 那很棒 我现在想 二十年前的同一场景 我们会怀着怜悯对他说 你需要心理咨询 我们会对这个穿裙子 举止向六岁女孩的男人 这样说 对吗 但到了今天 我们失去了一贯的判断 或标准 神的法则并不是这样 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 因此他的话语不会改变 今天 许多人都站在永恒之外 建立自己的生命 那么 当我们站在他面前 接受审判时 该怎么办呢 你会说 约翰少来这一套了 真的有审判吗 这不是好莱坞的把戏吗 他们捏造来吓唬人的 不 神真的会在指定的日期 通过耶稣基督审判 全世界 初代教会 常常提到这一点 看一看 《使徒行传》十七章 神吩咐全世界的人 都要从最终悔改归向他 因为他已经定下日子 要借着他所指派的这个人 按公义审判世界 神既然使这个人 从死人中复活 便向所有人证明了他的身份 你会说 如果谈到审判 这很吓人啊 让我描述使徒保罗在这里做的 他正在向一个叫斐利斯的人 和他太太普希拉传道 这不是个普通的人 他是个总督 他是个重要人物 审判庭里也坐满了 其他位高权重的人 看看保罗传讲些什么 要记得这总督还未得救 经文说 保罗已跟他们谈论到 公义 自治 和将来的审判 菲利斯就害怕起来说 你现在先回去吧 我有空再叫你来 他被吓到了 让我告诉你 有些恐惧是不健康的 有些是健康的 我在念小学的时候 曾上过连续两天 关于毒品的课 告诉我们迷幻药 和海洛因的影响 这是我产生了健康的恐惧 因为这份健康的恐惧 即使在我得救前 是个爱参加派对的男生 都没有接触过毒品 你将会发现 当神和初代教会 向我们谈及审判日的时候 那没有带来不健康的恐惧 而是健康的恐惧 这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 今天我们谈得不够 可以说阿们吗 现在我想去看看 这次研习的基础经文 这是全本书的基础 经文在西伯来书六章 所以我们应当 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不必再立根基 就如永远审判各等教训 所以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 永远的审判是基础 或基本的教义 你在小学里 学了些什么呢 就是为接受晋升教育 而设的基础教育 你学会了读书 学会了写字 学会了加数 学会了减数 对吗 你能想象一个人 不会读书 写字和算数 却接受高中或本科教育吗 那是不可能的 你知道今天有多少基督徒 不懂主的基本原则或教导 就是永远的审判 却试图建立健康的基督徒 生命吗 神说 这是基础 所以我的问题是 为何不多谈这课题 如果你认为我有热心 那是因为 我一直为这好几个星期 祷告寻求神 我希望看见今天的教会 恢复初代教会的水平 我们谈到那个时候 因为有些人被唤醒了 神把永恒放在我们心里 他们的讲道唤醒别人 你们明白吗 可以说阿们吗 你或你认识的人 是否不懂英语 你是否想获得更多 从约翰和丽莎·贝维尔 具启发性的信息 你可访问视频与资源 无偿下载的云端资源库网站 点击你的语言 从众多资源中 挑选你需要的电子书 讲道视频 信息与书本 录音 圣经等等 现在就上云端资源库 cloudlibrary.org 在这里 我们看见永远的审判 来说 永远的审判 问题是 当人听见审判 他们回想起的就是控诉 那么好吧 让我们先不谈这一点 审判的希腊文是 KRIMA 这个字的基本定义就是 决定 以下是我根据一些字典 所研究出来的尝试 根据调查而做出的决定 去分别 做决定 然后分别 分辨好与坏 这是这个字的意思 回到希伯来书六章 这样读看起来会有点不同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不必再立根基 就如永远审判各等教训 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 在所定的那天 当耶稣基督审判人类和世界时 他会做决定 不论你是否得救 他会逐一调查我们的生命 到时候会有两种审判 我们现在来讨论 有位信徒儿世的审判 也有位那些从未接受 耶稣基督人的审判 审判的时候 他会调查我们的生命 并根据调查结果做决定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那是永远的决定 那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决定永远不会改变 再不会有任何修改或修订 它们永远有效 这真厉害 可以说阿们吗 下一个问题就是 这些决定根据什么标准 难道我们不应该知道这一点吗 耶稣怎么告诉我们呢 他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说 弃绝我 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 这里说 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我们已经知道审判会是怎么样 不会有新的启示 不会有新的道理 因为他已经说过了 我们已经知道 那坐在审判座的准则 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 但我很兴奋 耶稣所谈到的末日审判 除了在使徒行传十七章 也有在其他经文出现 雅各也确认了 雅各确认了耶稣的话 当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 你知道他如何自我验证 有两个方法 经文和得自由的律法 那是新约圣经 自我验证的方法 看看雅各怎么说 记住这是给信徒的 要记着你们无论说什么 做什么 将来都要按照 那使你们得自由的律法 受审判 因此我们知道了准则 也不会有任何例外 因为我明白到 当耶稣说 要这样 要那样做 人们说 耶稣真的要这样做吗 但我认为的是 神的话语就是准则 可以说阿门吗 许多人 无论是信徒与非信徒 都无知地任由这一天临到 却没有事先预备 让我举一个圣灵告诉我的例子 几年前 科罗拉多州政府让大麻合法化 这里现在有许多药店在卖 对吗 假设有个住在科罗拉多州的人 突然去新加坡 他很兴奋 因为从未去过 但我去过新加坡12次了 我知道如果偷运毒品进新加坡 你要面对的绞刑 或其他方式的死刑 就是处决 这个来自科罗拉多的人 心想 我要在新加坡认识新朋友 所以他在箱子里放了一些 在科罗拉多州药店买到的大麻 然后飞到新加坡 他很兴奋 他碰见一些人 然后说 朋友让我来与你分享 这会让你爽感不停 令你有飘忽的感觉 突然他被抓了 并关了起来 他心想 天哪 怎么了 然后他被带到新加坡的法官面前 法官怎么判决呢 死刑 那人说 等一下 什么意思 死刑 死刑 我做什么了 你带了超过一定数量的毒品 到我国来 那有什么问题吗 那有什么问题 那违反了我们的法律 这在我的国家是不犯法的 我在科罗拉多州的药店买的 在这里 你国家的法律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国家的法律 你要明白 天上有一个国 天国的法律与方式 不一定适用于地上 地上就好比科罗拉多州 天国就好比新加坡 你明白这个例子的意思吗 我们真的希望 像这例子一样 你想如何面对 你希望在恐惧和无知下 你或希望认识一位慈爱的神 为了我们牺牲在十字架 你想知道他的话语 你或希望无知的恐惧 这是你的选择 不知道你怎么想 但我希望知道 因为神让我们能够明白 他的话 可以说阿们吗 情况是这样的 准备好了吗 我们可以坦然面对这天 我们应该要说阿们 我怎么知道 因为他通过自由的律法 告诉了我们 看看使徒约翰怎么说 我们活在神里面 我们的爱 大家说爱 就得以成长变得更加完全 到了审判的那一天 我们就能够满有胆量地面对神 我爱这经文 因为我们在这世上 是像耶稣那样生活的 这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 当神的爱在我们生命中完全 我们就能在审判的那天 满有胆量 为什么呢 看这经文 约翰一书二章五节说 凡遵守主话语 完全遵心他信息的 神的爱和对神的爱 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 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不真正明白何谓爱 最近我祷告时 圣灵对我说 我儿 教会里许多人对爱 都只有非常表面的认识 让我解释我的意思 如果你有一个孩子 而他不懂分辨男女 现在有些更年长的孩子 都不能分辨 无论如何 你可以对那孩子说 一个男人 是有两只手 两条腿 一双眼睛 一个鼻子 两只耳朵 和头发 那孩子就能轻松地 走到一个人面前说 那是男人 但那不是男人 而是女人 我们没有把 基本的区别告诉孩子 我们只把表面地告诉他 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 我们说爱是恩慈 世界的爱也是恩慈 我们说爱是忍耐 世界的爱也是忍耐 爱是不张狂 不自夸 世界的爱也不张狂 我们会骂人是个自大狂 我们甚至不喜欢那些 表现狂妄的运动员 但我们却没有明确说出 世界的爱及希腊文 和神的爱的区别 听好了 约翰一书五章三节说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爱他了 并且他的诫命 不是难守的 想知道为什么 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吗 因为神赐下恩典 使我们有能力 遵从他的话 这不令人兴奋吗 我说你不兴奋吗 关键是 要知道王的期望 并靠着恩典的能力 来遵从他 你知道吗 如果我在限速 一百公里的路段 开到时速一百三十公里 我就不再坦然无惧了 我会到处看 有没有交警 但如果我在限速内开车 我就可以坦然无惧了 不会担心被抓 或开罚单 对吗 明白吗 你有在听吗 关键就是要知道 期望是什么 所以花时间 在他的话语里 是重要的 可以说阿们吗 阿们 阿们 你将会明白 将会有多余一个审判 我只会谈到两个 对世界的审判 对信徒的审判 就连对天使也有审判 信徒也会参与在其中 圣经清楚地谈到了这一点 是这样的 使徒保罗在 哥林多前书 九章二十六节 至二十七节说 我每一步都朝着目标奔跑 而是像运动员那样 锻炼自己的身体 训练他去做该做的事 不然恐怕我把福音传给他人 自己倒被淘汰了 你知道保罗想说什么吗 他说 我带着目标去跑 他说 我是被永恒策动的 如果你看策动的定义 就是推动的意思 意思是指引 控制 指导 或提供动力 当我们明白永恒 当我们明白并记得 一切都在他的话语里 他的话是永恒的 他说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当我们明白 又掌握他的话语 就像在限速内开车 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 有着平安喜乐和满足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大君王喜悦我们 行在他的法则里 可以说阿们吗 这是我要问你的 什么正引导或驱动 你在地上的生活 是永恒 你或还是 我们的文化思想 是我们自己的看法吗 是以属天智慧为基础 还是人们相互比较 是以传统为基础吗 或以假设为基础 甚至以传说为基础 我们生命的基础 经得起审判座的考验吗 让我告诉你 每一位参与这研习的人 我问神 我可如何向这个时代传递信息 主清楚地对我说 做我所做的 说故事 从故事来说明审判座 所以神赐下了这故事 大概八十页的故事 包含在《被永恒策动》这书内 故事名叫阿法宝 在故事里 已有人读过或听过这故事 我们去了好莱坞制作 这故事展现了基督的审判座 和白色大宝座 请在下一课前 到云端资源库 Cloud Library 听这故事 下一课见 第一课谈及永恒 被永恒策动 这样的话 我们的决策就不一样 我们能忍耐 本来不能忍耐 我们看事情的目光 也不再一样 事实是这样的 当神的爱 在我们生命中完全 我们就能在审判的那天 满有胆量 什么是神的爱 不只是恩赐 不自夸 而是遵行祂的诫命 重点来了 如果我们不知道祂的话 怎么能遵行祂的诫命呢 听完第一课后 我想鼓励你采取行动 去看圣经 但不要独自去读 要与圣灵同读 祂是教师 祂会写明神的话 让你看见祂的话 在这星期 可如何应用 因为你今天的决定 会影响你如何度过永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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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